在纽西兰,车很少,红绿灯很少,路上几乎没有斑马线 在纽西兰自己开车的话其实还蛮简单的 因为大部分的路线都是直线前进,很少转弯的路线 开车的驾驶是坐在右边,靠马路的左边行驶 方向灯跟雨刷的位置也刚好相反 所以如果你在台湾开车开习惯的话 你到了纽西兰你就会一直搭乘雨刷 那因为纽西兰的车辆很少,大部分的红绿灯都用圆环代替 那圆环外的车一定要停下来,先让圆环内的车通过 那因为纽西兰的地很大,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 差不多都要200公里以上,所以非常非常的远 还好纽西兰不会塞车,不然你就要开超久 那我们的速度都可以开还蛮快的 纽西兰大部分的道路都是最高限速100公里 所以我们在山中也是100公里 那如果前方山路有一个转弯的话 它会有一个山路减速标 会写说要降到多少公里以下过弯 如果没有这些过弯减速标志的话 你早就有车子飞出去了 那因为开车距离都还蛮长的 它怕你开车开到睡着 那道路旁边的边线都会有震动带 那你可能快要睡着,然后开到道路外面 然后就开始震动,然后就把你下行 超帅气的设计 纽西兰的道路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就是它的高速公路有路口可以转弯 就你从100公里,然后忽然有一个路口 你要从100公里击沙,然后就是转弯 转一个90度的弯,超神奇 所以你车速太快或者是导航有点lag 你就会错过一个路口 在纽西兰通常一个方向只会有一个车道 如果前面的车开太慢的话 路面中线有话,虚线的地方都可以逆向超车 那我还有发现一个就是 纽西兰的车的颜色都非常特别 这可能跟文化也有关系 路上的三角椎椅都超级细长 纽西兰的加油站价钱没有统一 所以你只要看到便宜 或者是你的油块没有了,你就赶快去加 那在热闹的城市里面你要自己去缴停车费 那在城市外面大部分就是开心停哪里就停哪里 因为都不用钱 你在纽西兰你是看不到台湾这种小机车的 你是可以看到重型机车 你可以看到城市里有人在滑滑板 但是你就是看不到这种小小机车 因为它的点跟点的距离都非常远 小机车你会骑到屁股爆掉 那纽西兰是北岛跟南岛组成 所以你如果要玩整个纽西兰的话 你一定要搭国内线飞机 你才可以顺利的把整个北岛南岛都玩够了 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二集交通篇 那我们下一篇是美食篇 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吧